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 在北京期间,基辛格与周恩来决定,下一步由中国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。有趣的是,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具体磋商不是在北京或者华盛顿,而是在万里之外的法国。这是为什么呢?主要是考虑谈判的秘密性。 中方授权主持谈判的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黄振将军,美方授权的代表是美国驻法武官沃尔特斯将军。 黄振没有授贤,但是军旅出身,是著名的解放军第十五军创始人之一,所以仍被人们称为将军。 沃尔特斯对驻法大使馆的人员来说也不陌生。 他精通八国语言,一年前,1970年4月,就是他在波兰驻法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,不时盯着中国武官。 招待会结束时,他又紧随中国武官,抛道,门外试图递交一封信,并说是美国总统给中国政府的信件。 但是,中国武官没有授命,没有接受他提信,回大使馆后,立即报告了黄振大使。 黄振又报告了国内。 由此可见,沃尔特斯也是支持中美友好的人士。 为了与沃尔特斯进行商谈,黄振选派了两名助手曹会生,维东。 基辛格在北京时以于周恩来约好,过于7月19日上午8点半左右。 来黄振大使官邸找黄振大使。 那么,如何让他神不知鬼不觉,不为人知呢? 黄振决定,届时自己在巴黎进郊诺伊市的官邸前院大门半仰半开,免得卧在门外等候,暴露目标。 再派为洞在院里洋装散步,依其卧出现,立即开门迎他入内。 曹会生则在大楼的门口等候,负责把客人引入客厅。 7月19日上午8时20分许,乌尔特斯高大的身影,出现官邸门口。 未等他按门铃,维东立即开门将他引入。 我被曹会生引入客厅后,黄振立即从楼,上下来,与之见面。 就这样,中美之间的秘密渠道的第一次接触开始了。 起初,乌尔特斯率显拘谨。 黄振则笑着说,你是军人,我也曾经是军人。 军人对军人,我们一定很谈得来。 乌尔特斯说,我在大使,将军面前只是个小兵。 黄振说,我也只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兵。 黄振乌尔特斯打开话匣子后,又说又笑。 他告诉黄振,我的行动,连美国驻法大使也不知道。 只有我的秘书知道此事。 法国情报机构和记者很厉害,我把车子停在不远的拐弯处了,没人知道。 哈哈,黄振也向他说,我们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。 在第一次会晤中,乌尔特斯向黄振递交了一份美国政府给中国政府的信件。 第一次会面后,他们的秘密接触日益频繁。 直至1972年3月,这个秘密渠道才结束。 在七个月中,乌尔黄振大使官邸,一共45次,平均一个月,两人接触近七次。 两人会晤的内容,包括双边关系,对国际重大问题的看法, 还包括至关重要的基辛格公开访华的具体细节。 正是通过这个秘密渠道,黄振大使与乌尔特斯如此频繁接触, 终于谈妥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具体细节, 成功地实现了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